佛度众生 用我们的话来说 生生世世 永远不舍 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佛都会跟到哪一道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没有依靠 有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是我们真实的依靠 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依靠他们 真靠得住啊 真是好人啊 不说假话的 他真有智慧 也真有能力 真能照顾我们 我们用什么心 用什么样的心态 给他们应对 记住 这经上所讲的 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我们要真用这个心态 你就确确实实 踏踏实实 跟摄放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就对上了 诸佛菩萨 此地将的菩萨 是法身大死 哪有不照顾你这道理 可是 你的方向目标要正确 一个目标 清净阿弥陀佛 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诸佛菩萨 都帮助你 跟弥陀本愿相应 跟弥陀本愿相应 就是跟一切诸佛 法身菩萨的本愿相应 这个道理 我们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自自然然 死心塌地 念这句阿弥陀佛 利苦得落 就在先前 现在就利一切苦 怎么利苦呢 你的清净心 绝不会受外头境界干扰 这就利苦了 念一念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智慧开了 修修修功夫得力了 这就快乐 又得到了 如果你念头转错了 我求佛菩萨 我求佛菩萨保佑我身观发财 那就错了了 你这个目标还在六道轮回 你没有想处理轮回 这个呢 佛菩萨加不上了 有人加持你 谁呢 妖魔鬼怪 都来了 都加持你 成就你的名文理 成就你的探尘之慢 最后成就你阿弥陀佛 你在那儿学了 这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小心 决定不再搞 就大轮回了 一心只想往生极乐世界 就行了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愿是告诉我们的 往生的书生 到极乐世界一生 决定整得一生不处 是 登救佛菩萨 在一个地区 在一生当中 成就了 圆满的成就了